我想強調,這個疫情變化得很快 在短短兩個月,我們已經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疫情的發展 香港的市民透過大家齊心努力 大家管控大家的社交行為 其實是成功地抗疫的 我們無論在整體的數字 以至到每100萬人,我們的確診個案 相對於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很低 我們也沒有爆發過一個大型大規模的社區的感染 這個成效是得來不易 我在這裡想向所有在這次抗疫裏面 走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和其他做防疫抗疫工作的政府人員也好 醫管局的同事也好 或者我們這些輔助部隊的義工也好 對他們表示深切的敬意 這個工作其實是非常艱鉅 還有因為是有感染的風險 也都會令到參與的同事 還有他們的家人 或多或少有一些擔憂 所以這一批同事已經是 是很有毅力地抗爭了兩個多月 如果這個時候由於很少部分的人 是故意去違反我們的家居檢疫令 是出去打球 吃一下車仔麵 而導致社區爆發 我請問他們對不對得住這班同事 同樣地我們經過兩個月 我們曾經是成功的 我們一系列減少社交接觸的措施 包括家居工作 包括減少活動 包括全部的文化藝術活動都要被取消 我們是曾經成功 令到我們可以稍微恢復一些活動 酒樓食肆會多兩三成的生意 但現在亦都因為有輸入的個案 但我們從來沒有排斥香港居民回來 無論在英美法德留學的香港學生 或者是在日本受疫情影響的郵輪的遊客 或者仍然滯留在湖北的香港居民 我們都很樂意去接他們回來 但是接他們回來的同時 我們每個人都要守規矩 要知道每個人如果不守規矩 對於這一場逆戰的影響 那我們才有能力可以齊心來抗疫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每一位打算違反家居檢疫令的人 每一個仍然還是要出去 不斷地進行這些社交接觸的朋友 請你們認真想一想 是不是不可以再忍內克制多一段時間 讓香港有機會打贏這場仗 請問我們 這個立法和市民 都會完全進行 所以在內克制和未來 都會再積不去 更加多一段時間 對方的殺害 對方還會不會夠